櫻花电梯公司回馈社会捐赠一部顶级的救护车 给消防局新颇分队 救护车配备多项救护装备 提供紧急伤病患到医院前的急救使用 桃园市长张善正代表受赠 感谢企业回馈社会 一辆全新的救护车停放在路上 这是櫻花电梯公司捐赠给消防局的救护车 市长张善正出席捐赠活动 回赠感谢壮汉救护车模型 感谢企业对观音地区的回馈及付出 今天非常感激我们樱花的徐总市长 捐赠这样的一部救护车 我觉得说在维护公共安全方面 其实真的这种资源是非常的宝贵 也非常的需要 捐赠救护车辆是德国宾市最新款 造价高达370万元 救护车配置多项救护装备器材 包括自动体外心脏电极去占器 三合一攜带式氧气组 汉抽气式固定护木等 都是紧急救护勤务的重要装备 尤其各位也知道说过去几年 我们桃园出现过几次重大的火灾 里面也有伤亡 救护车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 一个非常重要的资源 今天非常感谢我们樱花 徐总市长有这么样的散举 让我们桃园的公共安全 又更进了一步 全新的救护车配置在新坡分队待命 在车祸等救灾救护任务中 帮助救护人员在第一时间抢救伤病患